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意人生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陈伟贤士来跟大家分享 有关《易经》、《风水》、《诵经》、《中门妙法》的心得案例 现在请陈伟贤士来跟大家自我介绍 我是陈伟 我是大安士 十三届险世 请你先跟观众朋友谈谈进入中门的因缘 进入中门的因缘是大概民国八十四年 我在公司上班有个同事叫庄秀之 他都跟我讲说 那时候公司我是在当组长 他说组长组长 那个电视上有个老师在讲风水 不错你可以看 那我就想说台试五点半 那时候好像五点半还是六点 那因为我们那时候都睡了都睡到七点 五点半我都设个闹钟 闹钟叫了我就 哔哔哔哔哔哔哔就开始把电视打开来 但是孩子就又睡了 到85年那时候是 他说有那个老师有在新竹有开课 你要不要去 我说那么远怎么去 因为我们在上班在细时上班 要从那么远 那后来就这样就没有了 到92年93年 他就跟我讲说 最近有在那个台北的中游大楼 有个老师要开课 我说那可以哦 那我们就商量 我就打电话 他电话给我 我就打电话 远方法师 他说可以啊可以啊 你就可以来可以来 后来我们就一起 我看我 有几个 有那个 松秀师姐 还有我姐姐陈修颖 还有我 一起都到中游大楼去 就去报名 一报名就开始一直读 就读现修班 读了两年 后来到95年 就升正旗班了 正旗班 因为那时候台北都还没有到场 就只有大安寺 所以我们就进大安寺 读十三届 因缘是这样起的 那时候上正旗班 我那个都一直每个月都会正常的到那个 第四个礼拜都到现王去共修 他都听师傅讲经 他师傅每次都讲说要送经送经 因为那时候我在上班 有时候送经 那个经书去看了 那么大一本啊 怎么送啊 应该过了两年三年 师傅说今天送什么 结果我一直送一直送 他送到真的 我觉得送经不错 还有后来那个 我们原的法师都要当智慧长 那我就去当智慧长 智慧长就请 拿那个文书给我的那个会员送经 有一次我就到那个 我们家附近的那个市场里面 有个店里面 那个五金行 我拿那个文书 他是我的会员 我就拿那个文书给他 那有一个师傅说 你们在做什么啊 我说我们这个是文书送经的 送什么经 我说送鬼谷贤日天德经 我可以送吗 我说可以啊 你要送到我家 我家拿 那他就后来就跟着我回家 就拿那个文书回家送经 送到 他送了大概有一年两年 我就有一次的问他说 师姐你送天德经有什么心的 他跟我讲说 师姐你们的经很好呢 我说哪里好在哪里 他说因为他有那个三十几年的头痛 人家说浪是没浪烈的就对了 他说你的经就好 他说三十几年的头部疙瘩 病头痛什么痛都好了 所以说后来他一直送去 每年都送了好几百部 最多送了一千多部 是这样子 还有那个 我自己也是 因为我在民国大概是一百年 一百年 因为我那时候去大凡市 大凡市我还没去之前 师傅就讲说 我们每年要拜金 要送金 我小人想说 好了就想说 因为听师傅讲金刚金 那不错 我想说不然人家拜金刚金 金刚金要八千多个字 后来想说 那就先拜那个 全庙圣经好了 阿翔 我叔叔看 哎呀前面圣经两千七百多个字 那就好 我就先拜那个 全庙圣经 农历的十二一号就拜 全庙圣经 拜到十二月八号 全庙圣经拜好了 那就开始 九号就开始 拜那个金刚金 金刚金我就拜 拜到十二月十八号还是十九号农历 拜完了 那有个卢州有一个诗节 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叫蔡月云 他要我说 开车到大凡市 那我就开车去中俄借他 我们就去大凡市 去到那边大概 快六点了 那十二月六点都开始 就下毛毛雨就快那个 但他已经下车了 那你就看过 你帮我看一下 他说 诗姐还很宽 要不要 要不要 那个 你再往旁边一点 我说好啊 那他就下车了 后来我 我那时候打倒档 我也不晓得怎么搞的 就那个车子就从大凡市这样子 这样子从外面这样撇出来 就冲到下面去 冲到那个 他那下面的那个山沟里面 那个那个师姐 那个蔡师姐就很紧张 就赶快去去里面喊人 就赶快啦 陈师姐不见了啦 从那个冲下去 冲到那个山沟里面 之前大凡市的那个 大师兄的那个大师姐 都一直叫 阿威阿威一直叫 那我是因为我人家下面 我没有怎么样 我就说 这样有听到声音的 赶快 赶快 那个那个 现在是圆如 林如玉 他说赶快去叫那个救护车来 说不行啦 救护车就不到啦 要叫云梯车来啦 结果就 我也不知道他叫做后来那个 隐红隐红就把他 就跑到那个 有那个师兄有 有那个下去也没有路 就自己用那个 找一个路下去去 因为看到我都在水 都在那个水沟里面 那时候那不用 没关系没关系 你这样子慢慢的我背你过来 后来救护车来说 你可以躺下来我来帮你送 我说不行啦 我那时候连动都不能动 我还可以躺下来 后来那叫云梯车这样塞着 后来也不曉得 就这样子 隐红隐红就跑到那个什么 竹东的什么农民总医院 那个婚医院那边去 结果那个医生就赶快去 就来的是 我去照那个 什么S光什么光都一直照照照 听说你不是说 那个从什么地方掉下来 你的骨头什么 哪里都没有 我都没有 都没有那个 只有这个脸这边有一点 一点擦伤 我那一天就是住在那个 那个叫什么急诊室 就是那个 这边右脚有一点扭到这样子而已 所以说送金这个功德 真的是不可思议 因为我十二月一号开始拜 拜到十二月十八号 后来十二月二十号出事情 我想说一定是老祖 我派什么把我扶着 不然的话你看 我一台车子都是 歪七扭八都扭到都不行了 都整个车子都是报废掉的 不能用了 我人还好好的 就是这样子 谢谢 我们来请陈志杰跟我们分享 安神做的案例 就是因缘合合 我家住南港 住在南港 那就是房子就是要整修 那我想说 那就在我们家附近 就这个台北市校庆大厂 比较近 就请原住法师到我家 帮我重新安神会 那师姐修理好 房子修理好 在我去安神会的时候 我给他选个地方 我说安在这里 师姐有点怀疑 有点疑问 那有什么疑问 请师姐你 你自己讲 因为我家 我们本来是五三指向 去看的时候 他说要按指三五向 指三五向 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南港叫什么 有两个西 一个叫大坑西跟四分西 就交汇水 法师说 可以收到那个 那两条的交汇水 那就同意他这样子做 那安好之后 有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感觉你自己讲 我家师兄本来身体 是不是很好 有那个一直没有找到病因 安好了就有去看医生 有找到病因 找到病因后来又就吃药 但是有好转 现在都已经都OK了 但我儿子的公司 那个研运 都很好 不错 感谢法师 感谢法师 那师姐 我现在来 你刚刚说岩神道的问题 我说你岩的那儿就是要收 那个大坑 大坑 跟四分西 会交汇水 溺水 溺水口 溺水口 要收那些水 水水水 那水水水 溺 因为酸心道 酸心道 酸心道向 所以说 我们下去 你们的孩子 生理有好吗 再来 第二 三星也是在那儿 三星 两个三星都翁 所以说翁 你们到处来的人 大家都平安 所以说你们 你老公多年 那个老镜头 现在是不是 都好啊 现在都OK 对 那就是我们 中文 用这些鲜空 爱心 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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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让你们到处来 大家平安 感恩法师 所以说 那时候跟你这样的时候 你有 你有一点质疑 为什么会这样在这个地方 好 那时候你以前问 怎么要这样 我才跟你说 要这样途中 是要收水水 那时候我们看起来 先看到水谷 而水谷就有机 有机 有机 本來我就說 你開始來看我們微星電視台 我們現在有電視台 你來看電視 我們的電視很好 他說他每天都三四點就去運動 他說我哪有時間 我運動回來還要煮早上給我兒子吃 我沒有時間看電視 我說我知道的告訴你 那你要看不看是你的事 後來他真的有去看 從那時候我們開始有電視 他就看到現在 每天看重複的一直看 我姊姊已經今年 他屬牛已經87歲了 他每次都看 他每天都念佛 因為他說他不是認識字 就只會唸 沒關係就唸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給我唸了幾十萬步的 三十幾萬步的阿彌陀佛 我自己有這個感覺 因為我身體之前 我出社會到現在 都沒有什麼看沒有什麼 沒有吃藥沒有什麼 就一直送金 我有拜過地藏金 拜阿彌陀佛金 普門品金剛金 地藏金 還有那每年我現在送金都 金德金像我今年送金 大概有兩萬多步 因為師父講說送金是身體會健康 會那個精神會好 反正就是三分六千神像 就是要聽金 這樣子 活化細胞 參加法會的心得 因為法會 法會我是每年都參加 因為我看你 我從十三屆到現在 都會去參加 之前前幾年參加 就是去參加也沒有固定說是哪一潭 什麼糧房啦什麼 都是都去那邊 這樣子 叫做你們幾天就要在哪裡就去 後來在這邊 在那個 再開始就到那個什麼 共主那個什麼 共佛的 一早每天 就是兩點多起來 還是三四點起來 都一整天 忙一整天 這樣子 反正就是 就是做起來就很累 但是就是 就是很快樂 就是大家都分工合作 就很好 那個是共佛主的 後來又轉去內壇 內壇也是 很殊勝 內壇也是 也是招供那個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上堂 什麼下堂 什麼 反正就是 這樣子就 就參加這個法會就是很殊聖 就是很殊聖 那現在 今年已經第三年了 就是在那個 淨乳壇 淨乳壇我們都是那個 我是說 我是分配在那個 戶壇 我們也是都是一個禮拜 就是第一天到第幾天都是負壇 你一天要負兩次 兩次三次都這樣 輪到我 我一定到 就是 反正就是 就是站在那邊就是要負壇 他有的什麼不知道的 我們都有的 很多師姐 有的沒有來過的什麼 我們就要跟他 跟他介紹 做什麼 這樣子 還有什麼 工作啊什麼都去幫忙 是這樣子 請聖師姐來跟我們分享 中文的廟話 因為師傅 師傅到年底都會講說 你們 那個 立村 就要沾今年的聯運 沾榴槤 那我就 每次都會沾我的榴槤 跟沾我兒子的榴槤 那我就沾 每次都沾 沾我們兩個的榴槤 那沾出來 假如說 看那榴槤不是說 什麼兄弟洞 還是什麼白虎洞 然後我就 就跟我兒子講說 我們要去 要去拜那個 築地公啊 後來還是 我還是都會做那個 祈福相案 做祈福相案 都會做 都會做兩壇的 祈福相案 做起來 我們祈福相案做的都 所以說我們這個中文的 祈福相案是很好的 是 可以保平安 因為事前 我們有沾過掛 說 看過有什麼不理想的 我們就祈福相案 是這樣子的 所以說我們祈福相案是很好 那個祈福相案有 那個山珍海味啊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壽金要三千啊 還有水果要七果 五果啊七果都可以 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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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鄉 第一天 要送天德金 早晚要送天德金 送完 再 再 送完再畫 第一天就要畫 壽金一千 每天早晚都要 都要送天德金 早上一次 下午 三天以後一次 就這樣子 一共要七天 七天就OK啦 就會很平安 還有那個 我們麵華埔山裡面的 什麼 汽車啊 汽車那個 有一個師姐 他說他兒子買新車 他說 那妳就幫我兒子 那個 靜一靜一靜 我說好啊 可以啊 那就 然後有一天就開車來 我說妳開到 開到 我們這邊來 我就拿了那個 就把他那個 七張收金這樣子 我叫我們的法儀 這樣做一做 今天非常感謝 陳偉賢士 跟我們分享用玉 的書聖 也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 用玉 人生觀 祝福大家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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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愛心 有愛心 阿彌陀佛 便是 明睇回 平常志 學到苦中心 在是 行行行行 風俗上後是 出道 妙喚裡 先生 無懷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